关于性,男女各有各的见解,这九条区别简直没毛病 一,男人认为性是爱情的基础,而女人认为没有爱情谈性是耍流氓 二,男人认为婚姻是男女的关系,而女人认为婚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三,男人认为感情不单单是亲亲小嘴拉拉小手 女人认为爱情是单纯的抱抱和亲情 四,男人认为女人不应该给自己戴绿帽子,更不应该搞破鞋 而女人认为凭什么只有男人可以出轨,女人就得守本分 她们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五,男人认为女人应该保守,不应该经常露脸 而女人认为她们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,该妩媚的时候就要该妩媚 六,男人只注重性的结果,而女人注重爱情的过程 七,男人恋爱是为了得到女人,而女人恋爱是为了得到男人的一颗真心 八,男人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很简单,但是女人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两个家庭的问题 夫妻两个人对两个家庭都有责任 九,男人认为女人生育就是生残的时候痛苦 而女人认为生育十月怀胎的每一天都特别难熬 等 Kundisp动宣胡思亢 二,离墨大仨